马上来关心台北市20号晚间在全球有多起的确诊者足迹 而国家音乐厅将从20号起到21号封管一天进行全栋清销 而在同一栋一楼的春水堂餐厅也将从21号到23号暂停营业三天 台北市卫生局晚间证实是还没有公布案号的新确诊案例 也正在意料匡列当中 具体的个案曾经到过东吴大学城中校区上课 还有到国家音乐厅的春水堂消费 跟1月16号在东吴大学待上8个小时的桃园确诊者是有关联的 而东吴大学也公告安排裁检八市 请1月16号到19号曾经出入过学校的师生 要赶紧到校园的篮球场旁来进行裁检 除此之外还要来关心台北市北投区也有一所国中传出有学生家长确诊 同样也是中央还没有公布的新个案 而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国家音乐厅还有春水堂的足迹也不是同一位 最了解学校将会在21号将相关的接触者跟师生招回裁检 并进行校园的大清销 而另外还要带你看到是稍早在北市有紧急的公布一名居家检疫者 潘信的居家检疫者 他因为手机号码跟检疫的地址都是错误的 导致北市府联系三次以上都找不到人 台北市府刚刚也公布警方已经循现追查到在北投找到这一名失联者 也提醒民众应该要诚实地来填写拘检文件 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像是传染病防治法 或者是春节专案期限的相关规定将会加重处罚 而民战局也表示因为目前法处是以时间来计算 目前也将至少会出以50万元 提醒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min 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